自從選舉到現在已經發生過非常多的怪事 在五月份左右 我印象中在五月份左右的時候 被提出了一個告訴 告訴是一個私人他提告的 他的理由是說 因為我在選票上用我對弱者發聲這個名號 他到我們城市裡面在之前 已經到我們城市裡面把所有的申報的資料都已經拿走了 那麼這也是提告我的一個素材之一 也就是說我在這麼多年幫助人的時候 我從來沒有跟人家收取費用 因為這是我的職責 我本來就是做公職人員 我必須要來服務大家 服務弱者 不可能跟弱者去收取費用 或是拿任何好處 結果他們說因為我沒有拿過任何的費用 所以不能當作我的職業 用這個理由來告我 這樣我覺得啼笑皆非 因為我沒有收過錢 所以不能當我的職業 所以對我來講是啼笑皆非 就是我做這個事情是用我自己自掏銷包 我自己願意做 這是我的責任 我為什麼可以跟弱者收取費用呢 但是這個官司也是花了一天時間不了了之 就是說因為我認為是上帝的幫助 實際上在初選截止的前兩 地表的前一 就是當天 有兩個人跟我講 第一個是我的那個business partner 生意合作的夥伴 第二是一個加州一個共和黨一個比較高層的 他說他們認為應該不要用弱者發聲這個名稱 用市長的名稱 市長名稱的話可能對選舉上會比較幫助 但是我覺得我用市長名稱雖然是說是完全符合 但是我覺得心裡覺得 因為這個是一個上帝跟人民給的一個職位 對我來說好像用這個我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呢 但是也是因為這樣子我把這個 最後一天我就寫了email給加州政府說 你是不是可以改掉這個 選務處 是吧 選務處就想不到他們就主動幫我改掉 也是因為這樣子呢 所以這個告訴就沒有立足點 那再來就是說被查账了六年 他有一個就是說税務單位 他們外派的這個人來查 就是在我整個十年生涯中 他查了六年的我們的這個支出 支出整個過程 他們查到最細的那二十六塊七毛三 都花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來跟他們做溝通 因為這個二十六塊七毛三 我記得特別清楚為什麼 因為這個錢是我付給郵局 寄選票或寄這個通知來用的 當然我們可能自己的疏忽 這個寫的並不是很清楚 但是為了這一點查了我們兩個半月 就是二十六塊七毛三 所以記得很清楚 再來後來我們市裡面也接到一個通知說 有人到加州的廉政公署去告發我 告發了什麼理由呢我們也不知道 那這是廉政公署給我們信說說 有人告發你了 但是因為就是說所有的證據跟什麼 都不足以來讓他們做任何動作 所以這是一個一個 就是說完全空穴來風的東西 但是我們也得到 我們只是得到一個書面通知說 有人告發你了 我們不處理 對 然後最近幾個禮拜也發生一個怪事 就是我經過一個飛機場的時候 要走進飛機之前 我又被攔住了一次 那這個人員根據他跟我講的 是說他跟我抱歉 他說不是他們想攔住我 而是美國一個機關要我 再被攔住檢查一次 我說可以 那我就 因為我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害 我就讓他們再做一個檢查 是檢查你的證件還是行李 他們就說他們要檢查所有的東西 我說好 就檢查 後來他檢查了什麼 他們也是很草率的 就稍微就做了一個樣檢查 但是他說這越是要求 所以他們必須就檢查 我們今天開記者招待會的主要原因 就是說在我們進去中發生一件 我們從來不可想像 而且我認為州政府是違法的事件 我認為這個事件影響自身 所以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上個禮拜二 我們收到了一通電話 是從縣的Recorders Office打來的 他說我們的中文名字 在選票上的中文名字 會改成加州州政府選的另外一個名字 讓我們覺得非常的納悶 我們的Official名字有中文跟英文 英文是沒有錯誤 但中文的話我的中文名叫做勤政國 他們改了以後就是他們自己選擇了一名叫做愛利克斯城 連那個姓都已經改錯了 所以說一般的華人的話 他看這個字道是完全不一樣的人 跟我們的名字沒有任何一個關聯性 沒有經過核實也沒有通知 而是他是在印選票的前一兩天跟我們說他們做這個事情 給我們也沒有時間反映 所以為什麼我們必須要 就是說在法院發布一個緊急的一個訴訟 是這個道理 就是說他這個事情如果是說我們有疏失的話 應該是在很早之前給我們做通知 讓我們來做修正 但是我們在填表整個過程中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確定我們沒有出錯 因為這個名字是我們提供給他的 在初選我們也用同樣的名字 以前的這些規矩來說的話 他們會把這個名字就沿用 所以而且他也跟我們講的是說 只要初選的那些單子 我們填過的沒有任何改變的話 就會照一路的這種 就是這種方式再來在複選中也是一樣 我們不需要填更多的表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整個過程中並沒有任何疏失 我們就是說在這個發生以後 當然花了一天半時間跟他去各個單位溝通 跟洛杉磯縣 城縣跟加州州府 我們都在做溝通 因為這個名字是他們不知道從哪裡拿來的 就是一個拼音 跟我從所有的文件上面 跟我們填的跟我出身的名字都不一樣 那我不曉得政府有這種權利 可以自己決定要把我們的名字改掉就改掉 因為這個不是光是我們的這個名字之外 從我出生到現在 是我們的權益 除此之外也是選舉人權益 因為他這個選票會寄給 不知道多少萬的華人的家庭裡面 如果說他們看到這個選票的話 他們將不知道怎麼去選舉 因為這個跟我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人 但是加州政府的態度是非常強硬 那麼因為時間給我們非常急迫 我們禮拜二知道 到禮拜花了一天半對不對 禮拜四我們都還沒有辦法跟他做溝通的時候 就是他們不願意改正的時候 所以我們禮拜四在法院裡 我們發了一個緊急的訴狀 但是那天因為時間比較緊迫 法官對這事情沒有處理 那禮拜五的話法院是沒有上班的 所以當然他們禮拜五就準備要印這個選票了 時間是非常緊急 加州政府沒有給我們時間來去做這個反應 所以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們也找到了幾個總管 就是說縣政府 加州州政府檢察官呈現的這些總管 我們在下班的時候跟他們做個溝通 希望他們能夠把這個錯誤把它糾正過來 但是他們還是一直很強硬 到了禮拜天就想不到加州總檢察官的辦公室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他們的副檢察官打電話給我們 說他們願意和解 我想他們願意和解的原因有幾個 第一個 加州州政府它沒有任何的法理 沒有任何的立足點 可以來改變我們一生用的名字 而且過去的差不多十年半之中 我在公職上面 這個名字也是經過承認在公文上面都有我們的這個名字 所以說在法理上我們是完全站得住腳 後來我們在禮拜天很晚的時候達成這個協議 禮拜一把訴訟修改以後送到法院裡面 法官也簽字認定 但整個過程之中他們是和解的部分條件是說 他們不承認錯誤 那我們必須要承擔我們自己的法律的訴訟費用 但是我們也接受 原因實際上如果說這個事情再繼續下去的話 第一個時間上我們會選票上我們趕不及 所以廣大的這些選民的這些利益會受到損害 所以我們就是把損害引到最輕的方法 我們願意承擔這些費用 但是這邊還跟大家提醒一下是說 如果說以後有些候選人碰到同樣情形的話 他們要將怎麼處理 對不對 很困難這個處理 因為你要跟政府打官司的時候 尤其是州政府打官司的時候他們的資源非常多 那我們要自己掏腰包請律師這種訴訟費用 並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而且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能夠找律師 有這種能力來跟他做反擊的時候 也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這整個過程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為什麼選這個時間檢來報告呢 因為我們要確定在整個法律的訴訟過程之中 不要因為這個對外發佈以後造成影響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塵埃落定 已經確定我們是在這個上面完全沒有錯誤 而且改過來以後我們跟大家發布這個消息 一定是cka 滾